大家好,歡迎收聽成長家長這個節目 最近我跟家長聊天時 都發現探討他們對於教養小朋友 都覺得束手無策 覺得小朋友的問題越來越複雜 自己完全不知道應該怎樣跟他們說 說多一句又嫌自己沉氣 再說他已經很猛 三講就更加劈砲不攏的款式 那你說其實做家長的 是不是真的感覺束手無策呢? 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處理呢? 其實我又覺得在學方法之前 最重要的就是家長本身的情緒調整 是很重要的 例如其實很多小朋友的行為問題 它本身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那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問題呢? 就是家長看這個問題很嚴重的情況的時候 那個就已經是問題來的了 我舉了一個例子 譬如最近有個家長問我 那個小朋友突然間是一個小學生來的 小學四年級的男生就跟媽媽說了 她說最近媽媽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看到別人很傷心 流眼淚 或者聽到一些很不開心的事情 那些人都會流眼淚 我又看到媽媽你也流眼淚 婆婆也流眼淚 是唯獨是我一個人 我是沒有流眼淚 媽媽呀 為什麼我哭不出呢? 我是不是有問題呀? 各位聽眾 如果你收到這條題目的時候 或者你兒子或女兒突然這樣問你 你會怎麼回應呢? 那一般家長的反應 當然當然很緊張 你為什麼會這樣想呀? 你為什麼有什麼事 你覺得很害怕要收到心裡 你為什麼想哭呀? 你為什麼無端的問有什麼問題呀? 很多時候我們馬上有個疑問 甚至我們的疑問背後 其實是隱藏了家長背後 其實是很緊張的 小朋友這條問題 會不會帶出一些其他心理的問題出現了呢? 這也是屬於我們一些無知的狀態產生的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如果 了解小朋友在不同的歲數的時候 其實他有很多不同的心理狀態會出現的 如果你去修讀多些這些 關於家長管教小朋友的課程的時候 我就會教家長在每個年齡 都有他的成長任務要完成 還有他有些不同的階段 會有不同的焦慮、不安和煩躁 是因某些事情出現的 而這位小學生正正是四年級 其實是他很重視朋友 朋友、朋友的關係影響 而這個媽媽本身 就不太懂得跟這個小朋友 自己的兒子去聊天 所以加上這個媽媽本身 他很容易很多事情都很擔心 所以他就問我這個問題 會不會我的兒子很抑鬱 甚至乎他習慣抑鬱自己的情緒 那我就跟他說 很多時候這些演繹 都是我們過於擔心、過於負面 甚至乎我們看不好的小朋友 其實哭不出 他是出這個問題 為什麼你不可以想為 其實你的問題問得很好 會不會有些情況下 我們不開心 是不是一定要哭呢? 還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表達呢? 其實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公開性的討論 就不是用一種我個人很負面的演繹 加著在小朋友的身上 所以就搞到 兒子問一個這樣的問題 就變成小事就化了很大件事出來 反而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好時機 可以和你的兒子去展開一個討論 譬如你可以問一下你的兒子 其實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想法呢? 或者你覺得人傷心呢? 可以用什麼方式表達呢? 你最近有沒有遇到一些 令你感覺到不太開心的事 而你又想一下 為什麼我想哭呢? 是不是你最近有些不開心的事遭遇到呢? 你分享給媽媽聽吧 又或者 其實媽媽有時候傷心 都未必一定會哭的 我用你一種方式去表達我的傷心 你呢?你怎麼做的? 這些呢 雖然你就說 當然啦 你當然可以啦 我不是輔導員 其實這個就不關你有沒有輔導的知識 這個純粹是一個 我邀請家長帶著一個好奇心 探索的心情 不需要放任何好的情緒 或者負面情緒 對一個小朋友發問的問題上 當你能夠保持一個平衡的心境的時候 你用一個好奇心去探索她的內心世界 反而可能你有一個起出望外的收穫都未定 於是這個媽媽聽完之後 她開始突然之間好像一語中的 點出了她的盲點 原來這個媽媽的習慣性收到信息 都是首先用負面的情緒去演繹 去過濾 所以變成了 令到兒子很多時候都感覺到 一遇到問題都會就眉頭開始先的 所以這個小朋友很明顯就是 學習了媽媽的表情規則 就是遇到問題就就眉頭 喊聲嘆氣 這個是一個顯示出 就是有樣學樣 反而我建議家長可以 多些遇到問題的時候 保持一個好奇心的探索 保持一個微微嘴笑的笑容 有時未必想到怎樣解決 不過不要緊 不過我們一起想 如果這樣的情況 我們怎樣處理好呢 我們一起想 邀請她一起想 反而這樣能夠訓練到小朋友 遇到問題的時候 不用只是就眉頭 或者躲在一邊 如果她長期習慣的時候 小朋友對於問題 會產生了一種無力感覺 這種無力感覺 無疑之中會令她 她建立不到一個信心的基礎 所以其實 很多小朋友 我想告訴家長 為什麼那些成績 會有這樣的落差出現呢 就是不關乎她的IQ有多少 而是關乎她的信心 學習能力有多高 如果她越大信心的時候 根本上可能她對那個科目 未必掌握得那麼好的 不過她有信心覺得 我習慣面對問題 都是微微嘴笑 抱著好奇心的探索的心情 我一向都是這樣的 反而無端端被她撞破了解決問題的答案 所以我很希望 家長在面對問題的時候 多點邀請小朋友 一起用一個探索 一個好奇的心態 你當自己一個科學家這樣 就算我們想了幾個方法出來 我們一起去做實驗 未必一定可以確保可以的 可能會有失敗的 但不要緊 我們可以再嘗試 保持一個做實驗的精神 至少你會覺得失敗 不等於你蠢 不等於你無用 而是可能需要提醒我們自己 有沒有一些地方可以再調整一下 會不會有些東西我們想漏了 可以下次做得更好 所以我很希望你繼續能夠 用心去收聽成長家長這個節目 甚至乎你遇到一些什麼難題 歡迎也可以聯絡我們 不過下一集回來 我就想繼續探討一下 其實有很多我們家長的 相信了那些盲點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將我們的問題 就會加在小朋友身上 所以我們怎樣去看到自己的問題 才能幫助小朋友成長 我們下集再談吧